内政部处理苗栗大埔案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年初更以审认定 违法征收 判决内政部败诉 内政部经过多次会议讨论之后 今天傍晚决议不再上诉 大埔张要防老板的儿子张元豪 得知之后也表示 感谢内政部承认错误 苗栗大埔案宣腾多时 内政部敢在农历春节前 放下身段 使出善意 宣布不再上诉 为化解社会的壮大分歧 让相关当事人早入回归 安定生活的秩序 减轻司法的负担 内政部愿意主动 实施善意不提上诉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之前更一省宣判 认定政府区断征收违法 大埔四户转败为胜 如今内政部决定 不再提上诉 大埔张要防老板的儿子 也出面回应 肯定内政部知错能改 还是要感谢内政部的官员 他们承认错误 所以他们不上诉 我们也希望江泳豪院长 能够遵照 无前院长 就是无前院副省 当初所提的原屋原地 保留这个方案 让我们能够原地重建 不接受异地重建或赔偿 等其他方案 张元豪呼吁行政院长江泳豪 能够遵守原屋原地保留 但防射土地已成道路难以回复 内政部表示将积极协调 后续适宜 本案的判决 明确的主持 彭秀村等四人 请求缓缓土地的部分 其请求无理由应以驳回 所以后续如何处理 内政部将会同苗栗仙政府 积极跟权力人 也就是彭秀村等事务 来协调后续的相关事宜 过年前得到迟来的正义 大普拆庆案有了新的进展 就看政府如何补偿 才能让大普事件 画下完美羞耻福 联邦报系张玉珍 前子民刘一轩综合报道